誰?叫什麼名字? 你要去哪裡吃飯? LINE的進度給我看 因為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問到底的話 真的 真的超級有壓力的 就是你今天到底要當他的女朋友 還是要當他的媽媽?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聊天啊 那今天要聊什麼呢? 今天聊的主題就是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異性朋友很多的話 到底該怎麼辦呢? 哨子放亮 嘴巴閉上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異性朋友真的很多的話 請你拿出你的眼力 好好的去觀察他 因為呢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跟他的異性朋友 有一個什麼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某一些狀態 是跟平常不一樣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是要拿出你的眼力 好好的去觀察他 當然啦 我也是不推薦一開始就 一直懷疑別人 因為這樣子真的會造成 兩個人是有點疊對疊的狀態 就是這樣的情感關係 是一定不會長久的 那嘴巴閉上的部分就是 還沒有成為事實的東西 你一旦問出來了 那 那一件事情好像就會變成真的 所以呢 先不要問 先忍住 先觀察 不要限制太多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異性朋友很多的時候 你一定會非常沒有安全感 因為很怕被搶走 但是 越是這種時候 你越不能限制他太多 因為這種時候 最重要的還是信任 當你限制太多的時候 這會變成一個壓力 那這個壓力 有時候會變成一個 它出軌的藉口 不要什麼都問到底 他誰 叫什麼名字 你要去哪裡吃飯 Line的進入給我看 拿來喔 給我拿來喔 因為如果你每一件事 你都問到底的話 真的 真的超級有壓力的 就是 你今天到底要當他的女朋友 還是要當他的媽媽 不要 預設立場 你在問出口那句話說 你今天要跟誰吃飯 這一句話的時候 千萬不要預設立場 預設什麼立場 就是預設說 那一個異性朋友是婊子 這一種預設立場 人家在懷疑你 朋友是壞人 這種感覺 一定不會好到哪去 你可以把另外一半的朋友 當成自己的朋友 這樣子的立場去詢問 比如 現在是要跟誰吃飯 喔 Mandy喔 Mandy不就是你上次講說 那個人家考研究所那個嗎 如果是用這種方式去問的話 我相信 你的另外一半聽到的話 一定會覺得說 欸 我這個女朋友 欸 真的是有把我的朋友當成朋友 還真的是蠻善解人意的呢 這要等著 有原則 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一個原則 就是 我覺得這個不行 就是真的不行 這很像是在教小孩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一旦跟他說可以了 那就是一定會有下一次 所以呢 千萬要有自己的原則 不要輕易的打破你的原則 你要有自己的底線 那這個底線呢 我就是 我其實非常建議 就是在你們交往初期的時候 就要講清楚 兩個人都要彼此講清楚 如果他踩過了那條線 那就是分手 沒有第二句話 分手 而且 絕對不會回頭 我記得我是這樣子 當初跟我男朋友說 欸 我是一個有情感潔癖的人 所以齁 如果說 你做了什麼 對不起我的事情 那個 不好意思 拜拜啊 如果有一開始就討論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有一開始就討論這件事情的話呢 嗯 你的另外一半會更知道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做了這件事情 我的下場是什麼 他會一開始就會很清楚這件事情 那他在要做之前 他就會先 在他腦海裡面 先 嗯 你知道 輪過一遍那個SOP 那如果他還是做了 拜拜 有不滿 一定要說出來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跟你的一心朋友 如果做了哪一件事情 讓你覺得真的很不滿的話 拜託你一定要跟你的另外一半說 因為他通常不會知道說 這樣的行為會讓他覺得不高興 所以你要跟他講 要兩個人去討論說 嗯 達到一個平衡這樣子 那以上這個三部分三有最重要的就是 兩個人必須要一起去溝通 一起去訂定這些原則 因為 兩個人是在不同的家庭中生長的 所以價值觀也會不一樣 那價值觀不一樣的時候 更需要兩個人去協調出 呃 一個 你知道 章法這樣子 就跟 國與國之間要合作的時候 也是要有一個 你知道 準則在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的溝通 然後好好的協調 你要記得你自己是特別的 千萬不要當委屈的那一方 想當初那些雨池裡面的人 還是學水母票的時候 你已經上岸當美人魚了好嗎 欸等一下 美人魚好像是小三耶 抽食你自己 讓你的魅力是由內而外的散發出來 這樣子你的另外一半就不會跑掉 那祝全天下你的另外一半 異性朋友很多的人 一定都要幸福 一定都要快樂 好不好 祝你們的感情路順遂好不好 你不會跑掉 欸 對啊 不要快歌 創成 等